周末李阿姨如往常一样来到公园 享受着退休之后难得的悠闲时光 公园当中老大爷们围坐在一起下棋 大妈们则聚在一起聊天 哎呀你们知道吗 我听说老年人可千万不能吃绿豆啊 对身体可不好了 一位大妈的话让李阿姨心中一惊 她一直以来都喜欢喝绿豆汤 尤其是夏天一碗清凉的绿豆汤 简直是解暑圣品 而现在她却听到了这可能对她身体有害的说法 心中充满疑惑和担忧 李阿姨决定去询问小张医生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 李阿姨急切地问道 小张啊难道老年人真的不能喝绿豆汤吗 小张医生微微一笑 他看出了李阿姨的担忧 绿豆本身是个好东西 清热解毒 夏天吃还能够解暑呢 虽然说绿豆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健康食材 但是对于某些老年人来说 它的成分可能会带来不同的身体反应 一 肾脏病老年患者与绿豆的高蛋白 对于肾脏功能下降的老年朋友来说 绿豆当中的高蛋白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由于肾脏负责过滤和排除多余的蛋白质和肺物 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能无法有效处理这些额外的蛋白质 从而导致身体内的肺物积累 进一步加重肾脏的负担 二 高钾含量与心脏病肾功能不全的风险 绿豆当中的钾含量相对较高 虽然钾是维持心脏和其他肌肉正常工作的重要矿物质 但是对于心脏病或肾功能不全的老年患者来说 摄入过多的钾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或其他的健康问题 这部分的患者在选择食物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其钾的含量 三 绿豆的利尿作用与前列腺疾病 绿豆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 这通常被视为其健康益处之一 然而对于患有前列腺疾病的老年人 比如尿贫尿疾等症状 绿豆的这一特性可能会加剧他们的不适 影响生活质量 四 纤维素与消化系统脆弱的老年人 绿豆当中的纤维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益的 它有助于预防便秘和促进肠道的健康 但是对于消化系统已经较为脆弱的老年人 高纤维素的绿豆可能会引起胃肠道不适 如腹胀腹痛等症状 因此老年朋友在食用绿豆时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适量的摄入 必要时应该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二 哪些特定人群需要减少绿豆的食用呢 在了解了绿豆对于不同老年疾病患者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后 我们进一步识别出几类需要特别关注绿豆摄入量的特定人群 这些人群由于自身的健康状况需要对绿豆的摄入量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 一 糖尿病人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控制血糖水平至关重要 绿豆虽然营养丰富 但其含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 这些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会转化为葡萄糖 从而影响血糖的水平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食用绿豆时 需要特别注意其摄入量 以免血糖升高 二 胃肠道功能障碍者 绿豆当中的纤维素对于一般人来说 有助于肠道健康 但是对于胃肠道功能障碍的患者 过多的纤维素可能会引发腹脏腹泻等不适 这些患者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应该对绿豆的摄入量进行适当的控制 以避免加重胃肠道的症状 三 慢性关节炎患者 慢性关节炎患者可能对绿豆当中的某些成分 产生异常的免疫反应 导致关节炎症加剧 虽然这些情况并不普遍 但是对于这一类的患者来说 仍是需要特别关注饮食当中的绿豆摄入量 必要时可以咨询医生 进行个性化的饮食指导 虽然绿豆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但是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来说 仍是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情况适量的摄入 以确保饮食的安全和健康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